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韓宋的同學會 今天我相信這個大盤 應該跟我昨天非常的慎重 提起加警告 我說投資朋友昨天那個叫做強攻形態 千萬不要去把你的錢拿去開玩笑 對不對 我當時在講的時候 當然昨天真的是語重心長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把你的錢在最後面的時候 一次賠光 造成很多的一些問題 不管你是家庭問題 還是你的生計問題 甚至於你美好的日子破碎 這些我都不希望發生在投資朋友的身上 所以今天我推了一個真的沒人敢推的 就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 曾鴻想幫助 那我希望說 我除了做空之外 同事朋友其實我是很喜歡做多 因為做空真的限制太多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這個新專案 絕對是讓你 回票價 因為我們是翻多開始才跟你算最新 所以同事朋友趕快拿起電話 那甚至於你如果你是在禮拜五的6點半 晚上6點半以後才看到節目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我們這個影片右下方一個打鍋的符號 你點進去可以填寫表單 那我們只有限額100元 所以我希望同事朋友 你趕快拿起電話 或是說你先寫表單 好 那這個大盤 其實我從這個反彈之後的轉落開始 反彈的轉落也是我先 你先市場先跟你講的 怎麼之後呢 那8月23號 那當初是8月17號來到了15475 我永遠記得 那來到15475之後 那8月23號 出現了轉落形態 我跟你講那叫跌破的上升趨勢線 而且那是孤島雙口 雖然他不是個反轉的訊號 但是他是個轉落的信號 重點在於什麼 他創下了2020年以來的 11月3號以來最低量 我說每次最低量後面都會發生大事 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也跟你用這個航空股 航運股指數也跟你解釋過了 同志朋友 當初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你只要願意相信真紅 我相信你現在應該不會套一堆的多單 甚至於更不可能把那些錢 又買去做多 那其實我跟同志朋友之前我也講過說 為什麼我從13928彈上來 我不願意做多 同志朋友 我說那1500點不是讓你去買多的 而是要讓你幹嘛 你最起碼要去減碼多單 那才是重點 而且我跟投資朋友講過 我說 搁空不會搁一倍的 你放心 因為搁一倍才會斷頭 空單才會斷頭 問題沒有股票在這個地方會搁到斷 絕對是怎麼樣 融資未來會變成斷頭 那才是真正的會實現的事情 當初我就跟你這樣子講 那現在投資朋友你去回想看看 我當初在8月23號跟你講的時候 甚至於我在之前跟你也解釋過 為什麼不做多 因為那個地方不值得你做多 因為當你做多之後 你原本的多單就不願意出 你就一直心存希望 認為這個大盤 會到萬六啦 會到萬七啦 對不對 因為當時市場不是一直跟你喊萬六行情 同志朋友你應該沒有健忘吧 只有正宏跟你講 萬六成為絕響 當初我在跟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相信 能認同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同志朋友 你現在經過這樣回頭一看 你就知道 為什麼真宏在這邊一直要去堅持做空 我也知道那個地方可以搶短多 但是如果我去搶短多 我的所帶領的那些會員 他的多單就不願意出 而且會越卡越多資金 卡在這個股市裡面 但是如果是五次一直做空的話 他會有所謹避 然後多單他會一直出 甚至於不敢再買多了 同志朋友 這樣他資金才能夠保存下來 對不對 而且我跟你講過了 空單不會被嘎到斷頭 你看這些空單 一檔一檔的又開始賺錢 所以我跟同志朋友講說 這就是一個經過 每次就是要用什麼時間去給答案 對不對 所以我常常跟同志朋友講 你不要去看這個短線的一個強弱 而是要看整個趨勢的未來 只有真宏在這個地方一直在堅持做空 我說我不是死空頭 投資朋友 等到哪一天我跟你講 可以來做多的時候 你就看我怎麼去做多 對不對 然後8月31號 我又再提醒你 8月底的作帳 不要再去看那個漲141點 對不對 有人跟你講那邊要開始大 大衝特掌 投資朋友 結果呢 好在9月13號 我還好心趕快提醒你說 黑十字星即將要反彈截住 因為來到了什麼 反壓區 對不對 同志朋友 你繼續想想看 我還提醒你 小心反彈截住 9月14號 我又再跟你講 那個跳空的拉的下影線 叫做跌勢又啟動 應該沒有見忘 因為這才是這個月的事情 那再來9月20號 我還在提醒你說 你不要被這個幼幼班的技術分析 多什麼打雙腳 結果呢 對不對 9月21號 我還是在跟你講說 破底行情持續的激情動 到了9月22號 也就是昨天 投資朋友 昨天我是不是一指慎重的告訴你 那個叫做下降的孤島雙口 沒人會告訴你這個東西 只有珍鴻 因為只有珍鴻才有 超盤級的技術分析 只有我 才有辦法告訴你 那個叫做下降的孤島雙口 外面的技術分析的所有書籍 沒有跟你講這樣的東西 那是我自己在花了20幾年 累積下來的經驗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去想想看 我當初在跟你講的時候 從這一路下來到昨天 我還一直跟你講 那叫強空形態 強空形態 你不要開玩笑對不對 我說到時候 你不要以為那個下影線 昨天不是一堆人 又去搶那個中小型電池股嗎 那不就是跟9月14號是一模一樣嗎 去搶了一堆中小型電池股 隔天砰砰砰砰砰砰砰就掉下去 我說到時候 命運會一模一樣 而且我還跟你講這個強空形態 任何的反盤都叫做賣 同志朋友 你是不是想知道 為什麼曾鴻 要告訴你 這一些東西 因為接著下來 等這個大盤真的落底之後 我可以跟你講 我就會翻多 同志朋友 那怎麼樣才知道真正的職業 我這堂課程 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我送給你 這個價值2萬多塊 我送給你沒關係 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我把我這堂課程送給你 你可以學到很多 真正的超盤級的技術分析 而不是那種幼幼班 你學了你沒用 聽了你不會害死 對不對 你要 學習的對象就是曾鴻 你沒有別人可以學習 同志朋友 我是真的可以跟你這樣講 因為沒有人像曾鴻 那麼樣的砰砰技術分析 砰砰了那麼久 而且還製成一套 沒人教我 我自己去把它累積 把它寫出來 我幾乎可以寫出一本 叫做胡適技術分析的 完全跟市場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你這堂課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 才真的叫做弱 你可以成為我的會員之後 我把這2萬塊的這個課程 送給你免費的 而且剛剛我已經講過了 翻多才開始起算 那同志朋友這個盤還要解嗎 我知道你說還要解 好啦不能偷懶 那就來提一下 那這個行情怎麼去看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昨天跟你講過了 這個是強空形態 對不對 下降的孤島裝孔 那不用講了 就是迎接著破址的行情來的 對不對 剛才已經講過了 這個行情 我昨天就已經給你解釋過了 對不對 一定會又會跟 9月14號 一模一樣的套牢的財 這個命運 所以我相信同志朋友 這應該不用講吧 等哪一天我們來破址之後 我們再來去驗證 對不對 很多事情大家都喜歡驗證驗證 但是我一直跟同志朋友提起 不要拿你的血汗錢 拿你的辛苦錢去驗證 曾鴻24年來 超盤級的技術分析的規劃 你常常會吃虧的 同志朋友 我吐槌的機率真的很少 真的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你千萬不要拿你的錢去開玩笑 那現在目前為止 你來看一下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 他已經回補了 最後的多方缺口 那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要小心 電子 賣壓才剛剛開始 你不要就是說 你快落到這裡了 差不多了 真不好意思 你去看很多電子 還在高檔 或是說他的股價水位 其實還停留在18000點這個地方 那多恐怖啊 同志朋友 你接下來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蠱蝶行情 後面我相信會慢慢驗證 反正我已經可以驗證那麼多事情 從大凡 從個股 從族群 同志朋友 我想請問你 我失誤的機率有多少 你自己回覆一下 那金融股 我昨天也是跟你講過 最關鍵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昨天跟你講過了 我說 如果這個大凡 真的不會破點的話 為什麼昨天的這個 國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台金金 他會領先大凡 跌破13928的地點 那就是不對了 而且我跟投資朋友講 這不是一般散戶會有的金融股 是法人 法人 投資朋友 那既然法人都願意壓低去 這個賣這個金融股 那你認為他後面看到了什麼樣的行間 這不是很明顯嗎 所以你看投資朋友今天的金融股 好他又在撐 撐這個有用嗎 量縮小反彈 已經於是無法 他只能夠啊 減緩這個碟式 對不對 可能今天原本要跌個兩三百點 哦今天就讓你稍微不要跌那麼深 一百多點就這樣子 但是呢 越做這個動作啊 投資朋友 那只會怎麼樣 讓這個盤式 碟式一直怎麼樣 一直延伸下去 就像大家常常講的嘛 多投不止 碟式不止不是嗎 所以投資朋友 我覺得這個 那邊的撐盤 只是害更多的投資朋友 一直攬起多多的希望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鋼鐵股 我昨天是已經跟你講了 我說他沒有止鐵訊號 你不要認為那個什麼 又是什麼沖天炮 又一飛沖天了對不對 我說他就低檔的上下震盪 這就不用再解釋了 我已經解釋很多天了對不對 我說鋼鐵股你就要注意 我從之前 我從上個禮拜一直跟你講 應該要更早之前 我還跟你講說 鋼鐵指數 他的那個短壓區一直過不了 你自己就要注意 因為他量放不出來 那再來這個航運股 真的不用再講了對不對 同志朋友 從4月份講到現在 也夠了吧 5個月了 將近5個月了 4月中講到這邊來 真的是將近5個月了 我已經唱衰他5個月了 投資朋友 我只要我在任何一天跟你講的航運股 你不要去碰 你現在手上應該不會有航運股 對不對 那可是市場上跟你講的是什麼 航海網趕快繼續做 航海網現在最便宜對不對 趕快買 結果呢 到現在你才後悔嗎 那是不是又太慢了 我就是回到剛才我跟同志朋友講 不要拿真鋒24年超盤經驗 來去賭那個行情 因為我講錯了 頂多就是錯了 沒有怎麼樣對不對 但是那些錢呢 你的錢是實質 實質上的去賠哦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你真的不要拿這個自己的血汗錢 跟辛苦錢去開玩笑 我希望哦 下一波的這個趕緊波 真的我不想去聽到什麼哦 誰又家庭破碎啊 哦誰又什麼 自我了結啊 誰又寫什麼 畢業文啊 這個都沒有意義哦 而是你要實際上的去面對他 那才是重點哦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你現在來看哦 其實我說太多真的沒有用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我拿出我的什麼誠意來幫助 我相信他只有我敢講 班多來起方會起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你真的要做的 是要跟著贏家去做 而不是去跟著那些優優班的 只知道基本面的分析 為什麼這些優優班的技術分析 會變成這樣子 很簡單嘛 我說過很多的財經 財經媒體分析人員在之前 8523長到17709的時候 全部都是在講基本面 包含現在也是一樣啊 他還在講基本面 沒錯吧 所以你看很多的財經媒體分析人員 避免在跟你講那個基本面 怎麼樣怎麼樣 八月營收如何 然後未來這個 外資報告又寫的怎麼樣 然後這個公司派 這個法作會又怎麼樣 就跟你講這些 結果呢 同志朋友 結果不是越賠越長嗎 越套越多嗎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我這樣拿出一個誠意 我希望你 你一定要拿起這個電話了 我之後我跟你講了 你接著下載航行 絕對不是你可以承受的錢 而且我跟同志朋友講過了 等到真的翻多的時候 我會全力做多 我最喜歡做多 因為沒有任何限制 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對不對 不像空單 那個限制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希望同志朋友 趕快趁這個機會 曾鴻已經拿出那麼大的誠意了 那如果是說我拿出那麼大的誠意 你都不願意拿起電話 或是說填寫表單的話 那我想請問同志朋友 誰能夠把你救得起來 誰能夠把你失去的 賠的全部再賺回來 我相信很難 同志朋友 因為我都已經能夠做到這樣了對不對 我相信同志朋友 你這樣一路看下來 你不管是看到我的個股 看到我跟你解的大盤 類股也好 族群也是一樣 我拼命的在跟你講 包含像這個超高價股 我講了多久 同志朋友從高檔給他講一下 對不對 我說我每次超高價股就怎麼樣 跌了之後就可以拉一下 讓你有希望 跌了之後拉一下 結果越來越低點 那你看今天的大咖是不是又在落房 這些只要在500塊以上 你看看 開始又在輪跌了 而且越跌越快 那你去想同志朋友 連大咖的這種鼓勵都在落房 那我想請問你接下來盤 我們假設 13928就會止 這大家最喜歡講 對不對 會反 那現在跑什麼 不用跑啊 反正就沒差幾點 他幹嘛要跑 對不對 現在大盤你距離那個13928 也沒差幾百點 他現在跑個鬼 不需要跑 現在又不是鬼月對不對 所以我先認同志朋友講 連這種大咖主力都想跑的時候 你就知道後面的行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 昨天我是不是還提醒你 我提醒你什麼 為什麼聯發科會破 IC融合對不對 我說為什麼那個深化甲的這個指標 那麼穩帽 為什麼他會破 碩核為什麼會破 ABF為什麼一直破 金融股為什麼會破 我是朋友 這些都是一個破底行情前的結照 已經非常明顯 我是朋友 我不曉得 為什麼有些人他還是沒有辦法去 接受這樣的一個行情 而且還能夠去相信 那一些幼幼班技術分析的 我說 他們只會講基本面 講到後面呢 只會把你給害死跟害慘 不是嗎 那再來就是什麼 網通族群有沒有 投資朋友 我跟妳講 我說 8月12號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 就致意 他是第一根被打下來的 第一個 第一檔股票主力落跑 我就跟你講 接著下來那個網通族群 會一個一個見高點有沒有 結果有沒有這樣子 你看那個台陽 你看那個聖達科 當初是致意跟劍漢 那接下來是聖達科跟台陽 那接下來什麼 台零藥燈 這些我看也差不多了 筍準早就跑了 你這都是這樣子嗎 投資朋友 這都是我之前跟你講 而且這些網通的熱門股 你要知道 未來會成為沙盤的重盾 包含像這個生氣股 我從9月出去就跟你講 對不對 講的 真的我不知道再怎麼講下去 他們跟你講到有嘴 那結果我昨天還跟你講什麼 這個北極新 帶動整個生氣股 一堆人就去搶 好 今天早上又更多人去搶 因為昨天買 昨天買不到 買不到 今天你呢 知道你買 看你買多少 都有 結果被打到底 我的朋友 你看這北極新今天變什麼 北極熊 那就很簡單嘛 他昨天做什麼事情 拉北極新去出生氣股 那你不是看很多的股票都爆大量嗎 那股票是誰丟出來的籌碼 你自己要去想嘛 成交一定是有人買 也有人賣嘛 那你們都在買 誰在賣呢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是說你等到北極新跌停 你才開始覺得生氣股不對了 你看今天生氣股是不是很多 我在之前跟你講的輪流建高輪流跌 從9月初一直跟你講到現在 有沒有 完全又按照正宏所講的 所以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說 從大盤 對不對 從類股 包含從 個股族群 全部 我在事先跟你講的時候 投資朋友 你真的 有把真紅的話 聽到你的心凱裡 還是你又受到這個 市場的氛圍影響 好 上次我們給他打下去的時候 他還彈一下 那彈一下又怎麼樣 因為他在高檔 他能彈到什麼地方 好 那接著下來 我們也會這些 針對這些所謂高檔區 然後又剛剛轉入了這些個股 一檔一檔來放空 所以投資朋友 這些的肉都很多 我可以跟你講 你不要認為那些在高檔盤旋的 不會掉下來 真不好意思 以後才會跌得最恐怖 反而那些已經跌很低的 你再去空他也沒什麼意思 對不對 對不對 像ABF宅板 對不對 你說你再去空ABF宅板 你能賺到什麼 你到底去找那個什麼 在 還在天空上面的嘛 對不對 還在101大廈的 樓頂的那一些股票 那個放空下來不是很多肉嗎 像這個就是了 我每一檔都是找這個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不要跟著我來做 才能夠 把你之前的損失再賺回來 而且我說過了 投資朋友 我拿出最大的誠意 什麼樣的誠意 翻多我才跟你起算會起 而且我只嫌100米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跟的是真正的贏家 沒有人像真鴻這個樣子 一路在跟你堅持這些 對不對 不管大盤怎麼反彈 我就是跟你講 每次的轉折 也跟你講 每一次要變盤之前 也跟你講 投資朋友 有誰做到 只有真鴻 我都是事先 對不對 我都是事先預告 後面讓你完全驗證 所以投資朋友 今天的週末 真的 不要再去想太多了 趕快拿起你的電話 如果我說過 你是超過禮拜五的 晚上6點半才看到的節目 用我們影片 右下方的一個打勾的符號 點進去 有這個表單 你填寫表單也可以 我希望曾鴻已經拿出最大的誠意了 那怎麼動作 想不想 在五次當中逆轉身 我相信這個決定就在於你囉 投資朋友 我已經伸出雙手了 你願不願意讓我拉你一拔 如果你連手 都不願意伸出來的話 投資朋友 接下來行情 沒有人可以救得了你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祝各位投資朋友操作順利 財源廣進 我們下個禮拜一見